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的新产品 包括书、其他产品 例如围衣、T恤等等 以及一站式可以看到 MyRadio YouTube频道的最新影片 以及颠狗日报的新闻 以及采访专访的影片 第二种就是金级订户 或者是会员每个月月工30美元 除了可以享有银级订户的优惠之外 所有普罗政治学院的产品 都可以得到七折的优惠 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 由普罗政治学院在香港举办的活动 第三种就是钻石级订户 每个月给100美元 支持我们100美元 都可以享有所有银级 或者是金级订户的优惠 还可以每年收到不少于一本 由毓文编著和亲笔签名的新书 包含本地和海外的邮费 直接寄到各下的赴上 突破黄标言论审查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 请支持MyRadi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收听这个新节目 《阴谋档案》 我是你的主持 Sunny 今天想和大家说一下口罩政治 其实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很多人都觉得 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固执 为什么他们这么固执 为了戴口罩这件事 而是要搞到处处于法律 搞到要周围示威 其实 坊间有一个阴谋论 就是说口罩政治 什么是口罩政治呢 为什么戴口罩都要这么多东西呢 其实就要追索回 很久很久以前 我说的是应该是1840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美国 已经有这个 我们称为第一代的蒙面法 什么是蒙面法呢 那时候主要是那个年代 主要是要针对那些3K党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3K党是这个右翼的极端组织 那时候他们都带着那些纱布的头罩 蒙着面去做某一些非法的事情 那时候这个法案是这个反蒙面法 其实呢 他们就说明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集会 或者在这个多人聚集 或者几个人聚集的时候呢 是不可以蒙面 是要被人知道你的样子 那后来这条法例就引伸到 我说今天就是这个年代 大概接近20年前 2001年的911这个 这个恐习事件 这个飞机炸这个世贸中心的恐习事件 那时候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布殊政府 小布殊 他就引用了这个反恐法 也是当年首次的 我们叫做执法部门的restructuring 就是执法部门的重整 而是将军队、移民局、FBI、CIA等各当局 都以一个新的部门叫做国土安全部 方便他们交换 即是方便他们叫做什么 分享的情报 和交换情报 那时候也是重提反蒙面法的 就是因为这个恐怖袭击的问题 还有那时候打后几年 就引发了很多诉讼 那个诉讼的原因就是 因为你也知道 穆斯林的女性 即是那些回教女性 她们都是蒙面的 她们包着那块面 即是她们蒙面上班 那些学生蒙面上学 那时候如果你是 和这个反蒙面法 是有一个冲突在里面的 是有一个conflict 所以她们用这个宪法的修正案 这个宗教自由 去挑战这个反蒙面法 接着到了之后 奥巴马年代 这个占领华尔街 占领华尔街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1比99 即是99% 当时的反贫富悬殊 可以这么说的运动 我记得占领华尔街 占领了很多天 当时周围的大型示威 每个州每个大城市的示威 她们都有蒙面 带了面具 Visa面具 亦都挑战了反蒙面法 所以其实美国历史上 有这个反蒙面法 比香港耐久很多 好了 时至到现在2020年 这次因为COVID-19 这个武汉肺炎 其实 当初世卫没有这么说 但是其实在亚洲 很多人都知道 戴口罩就是 最有效防止 病毒抗散的一个方法 但是当时美国人 究竟是选择吴迅 还是选择佛系 还是 究竟他们的心在想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 心里面是在想这个 和政治有关 这个口罩政治 就是说 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挑战 用这个 集会 自由集会 自由示威 自由宗教 宗教自由 去挑战这个反蒙面法 但是你到了今天 2020年 你居然是 反过来 叫我们 去 必须要 必定要戴口罩 举个例子 加州来说 或者三藩市来说 如果你在 室外 被一些 巡警看到你没有戴口罩的话 那个 罚单是1000元 当然 虽然他不会拘捕你 但是你是 犯了一个轻罪 那些人就觉得 就是非常可恶 为什么 当时 立例要禁止我们 不准戴口罩 现在就要公然 强迫我们戴口罩呢 所以 基于这件事 很多人 就会有一个反抗的反弹 结果 就搞到 周围都示威 示威又反口罩 还有很多诉讼 告回政府 也都用回 好搞笑地 是用回同一个 用回同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 宪法 这个宪法的第一 第一修正 就是有这个戴口罩 就是人有一个出街的自由 你不可以管我戴口罩 这样的 所以呢 其实 我相信 美国人自己深知道戴口罩 是可以阻止病毒扩散 也是一个最有效 最低成本的方法 但是为什么不做呢 就是因为 一个心里面反抗政府的行为 这个就是基本的 一个政治阴谋 在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计划 大家好,我是優威看真點的Cyrus 今天就是6月8日2020年 我就來到一間美國的漫畫店 因為大家都知道3月11日到現在 差不多2個3個月 就因為這個武漢肺炎 令到大家要留在居家領 還有很多non-essential business 都要關門的 漫畫店是其中一個受到影響最嚴重的行業 因為3月10日到現在 因為很多印刷的行業 印刷的公司都開不了門 所以就算Marvel或者DC 其他漫畫公司 有漫畫都不能印出來 所以令到很多新的漫畫都延遲了 我記得3月10日 我訂的漫畫就是 Transformer vs Terminator 就是最近一次我來拿漫畫的 因為本身我自己在這個漫畫店 很多熟悉的人都會來這裡訂漫畫 就是你自己有一個 pool list的話 每星期三 因為每星期三 他在美國有新的漫畫出 他就會幫你留的 因為美國所有公司的漫畫 都是星期三出的 每星期 由這個Diamond Comic去做發行 所以你變成了 很多DC Marvel IDW Darthors 所有漫畫都是要給這個 Diamond Comic做發行的 所以變成你之前 你疫症期間是沒有漫畫來的 他就算 他也不可以開門 所以變成 剛剛 最近 這兩個星期 他正式開門 剛剛 這個星期 他才可以讓人進去 拿漫畫 所以 逐漸回復 我記得 現在 應該是 3月10幾號 我拿過最新 最近的漫畫 就是 Transformer vs Terminator 就是 稍為 最近我一次來拿的 到現在 我說 剛才我打電話 他這個星期開門 那我 今天就來了 看看有什麼漫畫可以拿 還有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有什麼 大家可以參觀一下 OK 因為這個漫畫 剛才都說了 我經常來的 現在進去看看有什麼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OK 我跟店主 或者老闆 都很朋友 他就給我在這裡拍一下 那 正式 今個星期 這間漫畫店 正式開門了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通常 放在這一欄 這裏前面這些 全部都是 今個星期 或者上個星期 新的漫畫到 到的 就是 現在在我前面這間 這一欄 就是新的漫畫到 美漫了 那 在左手邊這兩格 就是對上兩個禮拜了 可能他因為 剛剛都是開門 所以新的漫畫 也是照舊 星期三 今天星期三才到 因為今天星期一 星期三到 到時候有很多新的漫畫 就趕回 追回 會出回 到時候會來的 其實呢 雖然呢 他美國新的漫畫 通常是星期三出來 但其實正式來說呢 他星期二下午已經到的了 但是因為呢 他跟這個 Diamond comic 有個合約在 就是說呢 雖然你漫畫 星期二到呢 但是你一定要規定 星期三 才可以 賣的 所以 所以變成呢 星期二呢 他放在那些架上面 那些漫畫呢 都不可以 給人買的 一定是等到 星期三 早上 才可以 發售給人家的 所以這個 其中一個規例來的 那我聽到 最近呢 這個 好像說這個 DC comic 要不再 交給這個 Diamond comic 做發行了 那用其中一樣 看看到時候怎樣 可能那個DC comic 就自己 跟那些 本身的漫畫店 或者就給另外一間 做發行了 看看到時候怎樣 那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 有些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 他賣很多東西 那前面這個 就是這個Spider-Man 跟著你又見到 Cyclobs 那邊就很多擺設 很多Statue 還有上面有很多 上面有很多 美國的海報 漫畫海報 其中一個大家見到 很經典的 有很多 例如 Batman Death in the Family 就是講這個 羅賓死 很多不同經典的漫畫 但是 平時 他家業際行的 這間 那這間 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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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間 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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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 星期三的人來拿漫畫的時候 都是很多人來拿漫畫 拿漫畫的人全部有訂的 就好像我這樣有一個Pool List的 有些人一次過可能會訂十幾個漫畫的 現在看看前面 所以這邊放在書架上面 很多是叫做trade issue 或者trade paperback 就是那些精裝 或者精裝本 例如我剛才拍的那裏 放在書架上面那些single issue 就集在一起就出這個trade paperback 那通常美國慢慢來 如果真正買的話 通常就是每個星期三來 就買那些 剛才看到那些博裝那些 那如果你又追開博裝那些 如果你過禮拜都追的話 或者一個個月來買的話 通常就很少買trade paperback的 都是買回這個博裝那些 那些trade paperback 就是可能給那些之前 沒有辦法過禮拜來買到 好了 出了一個精裝本 大家可以追回以前買不到那些博裝那些 那我看到這裏 它全部有很多那些 不同的 不同的 譬如這個trade Fat JUSTICE LEAD Iron man 你看到這裏全部很多不同種類的漫畫 即是說都說不完 你看到很多 譬如有些朋友之前miss了的 譬如這個Stranger Things Stranger Things就是在Netflix 很出名的一個電視片集 現在就出了漫畫 這個很多年前出了 即是很多不同種類 你之前找不回的 可能有機會都可以在這裏找回 他除了賣這個漫畫之外 他都賣很多美國漫畫相關的產品 例如玩具 類似玩具 我們看看能不能在這裏 我們可以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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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裏 但它們是非常冷 在牆上有很多歷史悠久的漫畫、舊的漫畫 但有些都不是很貴的 封劍遊人 有些可能是幾百元或者幾十元都有的 可能那些是比較珍貴一些 即它可能出版的內容 或者有些外容是比較珍貴一些 放在上面給人可以買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 人物的擺設 那我就說 還有一件剛才忘記說 就是你在這裏訂漫畫的話 如果你留了名字 或者有一個list 你有名字在那裏 那你每次來買漫畫 所有那些漫畫 所有那些產品你買 都有15%off 即有八五折的 那它都有賣很多這些 懷舊的漫畫 懷舊的玩具 但是它主要的收入來源 都是那些漫畫 因為它 剛才都說了 很多人是 每個星期都追很多不同的漫畫 譬如有些人一次過買十幾本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漫畫行業 就算它 停了幾個月 它要開回的話 應該都頂得住 我覺得 停了幾個月 會 再提供 很多人 在這裡 我會回來 特這是 那些事情 可以 畢至 是那些貼紙?那些刷卡? 是那些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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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見現在很多 舊的漫畫 但通常放在這些貼紙 都不是太貴的 還有另外一個 現在很受美國人歡迎 就是這些叫Funkle Pop 就是很多人買的 我又沒有什麼興趣了 但是它有不同的漫畫人物 電影人物 都放在這個Funkle Pop裡面 很多人追要買的 很多人追要買的 當然 還有很多人 譬如你家裡的漫畫 你不要的 或者玩具 你可以拿來賣的 當然 你的價錢 一定是 要有雙日糧 不會買到你的 心意的價錢 好 今天呢 我就在這裡 拍著這麼多 因為它都差不多要關門了 那 希望下次又一次呢 可以再來這裡拍一拍給大家看 因為 因為它呢 每個 隔幾個月呢 它會做這個 Sales 或者Special 那到時呢 會很多人流 好 好 今天就 今天就拍著這麼多先 那下次再拍過吧 OK 拜拜 兩次 另外 還有 拍照 響 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Baseball 之后很多其他不同类型的赛事 都是停了 停赛了 那么 我想正在问问Vincent 你停了赛事后 你是keeper season ticket holder 他有没有 refund 给你 其实keeper 比较狡猾的 是 他没有主动说要退退资 他没有 send email 给你 什么都没有 不屌 他反而跟我说的 你们要努力 你们要看着 他寄了keeper 好就给我 那我认为不对了 我要钱我以后就 还有十多二十场还没打不够 是的 那我contact 我的raps 他说 Vincent 没问题的可以退资的 那你选吧 那他也很shady 因为 因为其实 你那时候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我是4月底问他拿钱 4月底了 其实应该是3月那时候已经做refund process 他就很公道的 他只不过就不想付钱 你给钱的话 没有着数的 他可以选择过 如果你不退钱的话 你就自动 你将那些如下的钱 就apply to coming season 是 那怎么知道 我给了钱了 已经 是 那就退钱了 但是我觉得 他们做事都算是这样的了 当初他没有主动跟你说 你要先问他 然后他就立刻refund给你 是的 那之后就 credit fund 我credit card 给我5块多 5块多 好 够买菜 那里也没有十多场 除了一半 可能也只有10场左右 至少 10场左右 少于10场左右 对 我给了5块多 5块多 那你下一个求位呢 给了钱了 给了2千多 同一个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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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赢的 OK 但是我想说你想想 这些social distance 没可能 还坐到这么迫看的了 没有啊 所以所以 所以 所以应该是要回水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topic就是说 应该是NBA服赛 还是 那些球员的生命重要一点 还是两样都重要呢 两样都重要 两样都重要 那你没得看NBA 少了乐趣的啊 你觉着在美国 不看NBA 就是等 不是只NBA 就是香港不吃茶餐厅的 对不对 不不只是NBA 很多球赛 大家都在 接着你 Major League Baseball Major League Soccer National Hockey League 8月9月的时候就打NFL 很多赛事含含声来的 所以变了 你就算今季不打的话 OK 下一季 下一季的话 11月12月 是不是真的保证有这个 观众呢 没可能啊 我看 我看他们NBA的门飞得很投行 你这个武汉肺炎 你起码拖你 起码6个月至1年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没有疫苗 没有疫苗 对不对 对啊 这次真的是 对不对 那变了你没有办法过 还有你刚才我们之前的几集 做Live 都说了 你就说 他NBA是不见很多钱的嘛 那你变了 如果你下一季都是乘移民的话 下一季都是Question Mark 其实你今季也可以打的 其实我觉得他这家 其实很难 他这家打又死不打又死 但是他这家 今季 其实预考了几场 其实很多好东西都错了 因为他最主要的赛程就是说他打8场的 7月30后打的话就打8场的常规赛 那8场就给大家争排名 还有排在第9至第12或者第13的种子里面 排名就是 即是Playoff Team那些 9至13 他们有 即是给他们的机会 他们有机会打季后赛 但是 你说回 你如果 他现在的例子就是说 如果排第9名的话 如果落后第8名的话 落后4场 多了4场 他就立刻没有 打这个 Playoff 没有机会打季后赛 就是说 如果你譬如for example 第一第8 西岸就是Memphis 对 另外第9 第11和第12队 就是Sacramento Phoenix San Antonio和Hellican这4队 如果这4队 打完8场之后 他仍然在落后Memphis 多了4场的话 Game Over就回家了 OK 如果其中一队第9的种子 第9队 他如果落后第8种子 4场 Less than 4 games的话 就有机会打附加赛 再跟Memphis打一场附加赛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只打8场的 常规赛 8场 因为你现在呢 Portland Sacramento 和San Antonio 都差不多落后 Memphis三场半 很难追 就是说你自己要 赢到4场之外 人家又要输4场 是不是很难追 基本上是有可能的了 他们的球全部都是 Percentage Winning Winning Percentage 就是一半一半而已 是的 他是要Bit的Winning Percentage 就是要全部连做赢8场 哪里都赢了 你赢4场 别人又输4场 这才是有机会 OK 那么 反而东旺那边 这个华盛顿 就应该就 就是东旺那边打这个 在7月30日打这个赛事 只有9队而已 就是8队那个 1-8之后就加上这个 Winnington Memphis队 跟着 看看Memphis有没有机会 但是还是很敏的了 但是 就说回了 现在他就说 6月底 就所有的球员 6月16号 就所有的球员 就要去这个 NBA球队报导 有些球员 就是之前还没回到自己国家的 因为这个没有案废炎 或者他没有赛事打 就是譬如你那个 巴勒斯没有两件的 没有 Fornier Fornier 不是Fornier 是那个什么 Luk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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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那个 Porsinger 两个还没回到欧洲 他就要两个立即回来 然后就大家一起集合 集合了之后 然后 大家就去到这个 去到这个 Florida那里打 Florida那个 那个叫迪士尼 那个 刚才我们那个背景也有的 就是说 那个 sports complex 就是他有三个 很大型的体育馆 可以被人打比赛的 但现在最大力的就是 特罗里达州那个 案子很多 他现在好像全 美国是第一个 我确认 好像是Florida Florida第一 接着 好像就是 Hassett 和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 跟着 加州 都不是来很远的 都是 都是 僅次于后面的 都是大丶的 加州 带领LA 应该是吗 哈 好像罗省的LA 带领加州的 感染人数 不是 加州全部的 感染人数 是多的 但是 在里面 洛杉矶远 也是多的 是的 我们就说回Florida那边 有很多球员 就会觉得 是冒险 不能打的 胡人队的Avery Bradley 就说明他不会去的了 因为他家里面 有几个小朋友 他要照顾 他是攻危的 他选择不去 Adam Silver也说了 如果有些球员 是觉得有危险 不想去的话 是明白的 他不会抽后算账 你有自愿式 所以变了 有些球员是不会去的 或者现在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说 有些NBA球员 譬如 Sacremantle那个Buddy Hill 好像都 确诊是positive的 失败了 失败了 但是可能他那些是没有症状的 你说的怎样呢 Vincent 其实球员应该 去还是不去 还是怎样呢 我觉得 他们收了这么多钱 还有这么良好的体魄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去的 因为他不是白出粮的嘛 如果他们 如果他们不去的话 就没有 没有粮出的 一定是要去才行的 是 你跟正了那些 Protocol 你就会 那怎样的机会呢 就会降低了 那你没有理由 那些人 那些人 跟着身边 担住来玩 他们开心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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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跟着 NBA给他的那些 健康守质 他看回那些报纸 他说 有个手带 如果大家太近的话 他会响 他会叫 是 而且是用手带来开门的 我觉得没问题的 是的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病毒 其实 你不可能 这个病毒 可能一年半左右都走不了 对 第一 第二就是 你不可能被病毒控制了 你的经济的嘛 我觉得是需要 灵活一点 去这样做 你不可能 就是这样 大家一起不要看NBA 大家一起不要做 等核先出来先 政府养全我们 那个核先出来也未必一定 妥靠 那个核先 我都是 都是信不过 就是 刚才你讲回 如果他说 有些NBA球员 去到Florida 和那些相关的工作人员 球队工作人员去到之后 他会有一个叫 隔离小区给他们 就是说 你首先 隔离小区 在室内自己隔离 36个小时 接受测试之后 现在确诊你的 positive and negative 如果是 positive 如果是 positive 就OK 没事 OK negative 没事 sorry negative 没事 就是 positive 是的 那么 那些正常 那些球员正常 就可以正式进入住酒店 进入住酒店 然后刚才你讲的 就给你一个手带 是的 手带就可以在酒店 用这个手带 自由活动 可以开门的 可以登记 接着 那个手带 就是说 如果你跟那个对方 就是隔离人 如果是接近六尺 六尺之内的话 会响 是不是响 他会响 提醒你 距离感应气 感应气 六尺之内 超过五秒钟 五秒钟 就会响 提你做 其实我觉得 他要想的 想得很尽力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他那个就是 好像少少是 好像奥运的选手村里面 所有球员就是 住的选手村 OK 那么现在他就是 更加严格就是说 那些球员不准出去的 但是不是说 他只是打八场常规赛而已 所以 八场之后 有些球员 有些球队就已经走了 OK 所以变成你 入住的球员会少一点 入住的球队会少一点 你打完 第1回合的 NBA教育赛 那你有一些球员又要回家 是的 又要回家 那也有少力球员 而且他 所有球员都集中在 Florida一两个场打 所以你 打完第1场和第2场 不需要隔多时间 可以隔一天 其实我有个建议给Adam Silver 是 你要确定 酒店里面有冷气系统 不是中央 是 因为很多时候 两个东西是因为 大家都用一个 Central Air System 那些NBA是互通的 是的 为什么一个Princess Crew 那么大劑呢? 就是因为 他用一个Central System 公主 公主又有一个 是的 因为很多酒店 他们都用Central Air System 他都用那些 那些Hip Hop 都放在屋顶上 而且他用那些Van 都是 They use the same Van 是的 如果他是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靠握感应 而且你不排除 还有些房子 是两个房间 share the same Van 如果我是他的话 他会确定 把现在的Van 全部都允许 然后呢 或者每间房子 还用一个窗口机 帮风出去 安全一些 或者用一个 每一个房间 用一些独立的 那些 或者用更厉害的 就是要测试 因为有些东西都可以测试到那些 Virus 我觉得要提醒他 不过他应该想到 MBA没力量笨词 因为MBA 迪士尼这个complex 那些人会帮他想的 而且他有很多专家的 应该会的 而且他一定是 每天之内 是测试你的体温几次的 当然了 当然了 你打波的时候 没有人测试 因为打波的时候 失水深汗一定很热的 是的 是的 还有你的 那些 那些坐在后备席的球员 不用坐在一起 因为你没有观众 你可以在观众席后面 可能任你坐 任你坐 可能每个球员 前后左右夹六张 但你就没事了 大堡位置坐 一个场座 一万多人 刚才你说的 随身的手盆 手带是好的 比如 那些球员进到酒店之后 他用那个手带 可以 可以 order 这些餐 可以 做很多东西 可以 check in 这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他NBA做得挺好的 唯一有危险的就是 球赛的时候 互相交差感染 是啊 就是希望 最重要就是 那些测试的 那些 检测是准成的 如果是八成准的 也有机会 我听到就是说 那些球员 应该就不会一起 回去跟衣室洗澡 就自己回去 自己的房间洗澡 其实也没分别的 因为你打球的时候 有十几个人 你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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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个人 加上球证 跑来跑去 也有机会 基本上 交差感染机会很高的 唯一要 make sure 就是 make sure 那些 测试 准确 测试不准确 测试不准确 测试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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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晚上就出去 出去 出去买 米比赛 交我女儿 对不对 那就糟糕了 是 是 是 你要 make sure 那些球员生性 不是 他要有工作人员在 站在下面 让那些人出去 直接是不让他出去 不是 你那个手带都有作用 你球员带 你那个手带有作用 那些手带就是说 你球员带了手带的话 你出去会出事 被人见到 对对对 好像香港那些要隔离14天的那些 回到香港之后有戴手带的 戴手带 在香港很多人都不守规矩 是是 NBA的那些明星 那些年轻的Wookie 随时 哎呀 扶你去街了 出去玩了 不管了 很难看着的 你真的要找个人enformer 找个人留下 找见过 找见过 勒班James 勒班James请多些保镖 盯着他们 是 叫Metalobis 顶着 你这回街 谁出来打到脑震荡 Metalobis 那再说回 我只是看到 今天那个 LA County Public Health 那里 他有个 说过有些 business entity 都中招的 OK 我看到就是说 在Englewood 现在建的 差不多建完的 Soul Phi Stadium 就是Ramsia Stadium 有18个人中招 你没得不中招的 接着还有两三个工作人员 那些人在钉板 你没理由 已经够热没冷气了 下面出面100度高温 没理由带口袋来做事 是 所以呢 你怎样必须都没问题 喂 他有18个中招而已 但是他只觉得两个人有症状而已 两个症状都包含中之大症 OK 很幸运了 很幸运了 你说回NFL 搞完NFL之后 因为那场可能他8月9月正式打结幕战 这个也有很大的问题 说回另外一个Sport 就是说Major League Baseball Major League Baseball 接着这两个月 球员工会和Major League Baseball 大家 就back and forth 什么事监制 什么事 卖广告 卖广告 好 监制要先卖广告 现在我们先停一停 广告回来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讲 很快而已 OK 因为监制说要赚钱 监制说 优优独播剧场——插广告 好,回來了 剛剛看完廣告 其實說回這個武漢肺炎 其實Evangelis可能現在已經變了一個風土病了 Vincent 現在已經有風土病了 你想想 我們從3月15日開始pandemic之後 你現在有沒有忘記說戴口罩呢? 現在最糟糕的就是說 你本身感染不了但你沒有症狀 你沒有症狀的話 那你可能 其實何謂沒有症狀呢? 可能有些人本身已經是不精神了 你可能不精神多一點 沒有分別的 我覺得說回你剛才的一件事 已經是風土病了 那不是風土病的 你哪有一天出街不戴口罩呢? 你哪有一天是 你現在覺得不戴口罩 進去裡面好像沒有安全感 還有你見到那些人 你自願自己打開 好像晚上跟我老婆走街 看到那些人對頭來 來軟街頭看到 立即走出馬路了 不是啊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就算你12月 你說12月那些球賽 那些球場館開回來 讓觀眾進去 我想有些觀眾都不想進去 有些觀眾都 不是說你開回來就可以 有些觀眾都沒有信心進去 很多人很怕死的 很多人很害怕的 就是好像 有些小客人 直接看到面 大家不要看到 看天算了 過頭到家裡 你想想 所有球力活動 大家和大家之間的 基本上是零距離 世界零距離 我們坐到隔離 我們這樣算闊的 你的山頂位 直接是 貼上手臂 貼上手臂 如果要腫 一條腫 一場球 可能腫了周邊 你買幾百元 最少 所以 如果是現場觀眾的話 基本上 是不可能 不中的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 除非是月療 或者是 很多人說現在 病毒緊弱狀 你先證實到這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 你也挺難開回來 所以我今晚 就跟他們說 梅水 你還沒說 所以你下季 起碼有半季裡面 是沒有觀眾的 起碼樂觀點想 對嗎 最少 所以你球賽的話 都要繼續 對嗎 所以 另一方面 就是 NBA都好一點 因為他整個球櫃都打完 口賽 而已 majorly baseball 就麻煩了 majorly baseball 因為他的球櫃還沒開始 和他整個球櫃 是打了162場的 他真的大領落 所以這兩三個月 majorly baseball 球員工會 和majorly baseball 一度 back and forth majorly baseball 球員工會 就要打80場 100場 或者180場 然後老闆就說 不行了 太多了 太高風險了 back and forth 上兩星期就聖息 談判破裂 大家聊不聊 剛剛好 今個禮拜 就好一點 就說 球員都讓步 就說 跟這些老闆說 你什麼proposal 你都接受 所以 就說 今季的major baseball 棒球就打了60場 OK 就是縮水 剛才說的162場 其實也有60場 他就打 少於半個season 少於半個球季 OK 就說 然後 所有球隊要6月28日 就交球員集份的名單 然後7月1日 所有球員要歸隊 7月3日就正式開始spring training OK 預計7月23日就正式開球majorly baseball OK 正式球員工會和majorly baseball的老闆 正式討論就完結了 大家就可以正式打球了 他們 在這裡談判 談判了三個多月 就是一般開始談到這間了 是啊 是啊 所以這班major players都是麻煩的 所以沒有那麼難談的 OK 那就說 他呢 就說 如果很多球員正式開 尤其是投手 賽事開始之後 就要正式去五個小時之前 去球場 standby OK 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去到之後 你要做多測試 有些醫護人幫你測試 OK 還有打完球之後 又要測試 90分鐘之內都不可以離場 不是 90分鐘之內要離開 OK 就不可以留在這裡聚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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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了 很多 NBA Majorly baseball 那些球員 現在就下星期開始 要回到球隊開始集訓了 但是我覺得那個 有個問題就是說 可能他們那些 不在狀態 我覺得 其實他都不需要 很多體能而已 你說Majorly 基本上都是爆發性的 嗯 他不用好像足球和籃球 撿著走的 擲球 我覺得他們不會說 狀態相差太遠 OK OK 那可能籃球就差一點了 因為有些 籃球就不嚴重的 籃球的球員 因為很多 不是好像樂班磚自己的牆 那麼兩人有錢 是啊 我看那些superstar 應該沒事的 是 如果那些 就是chip的那些 你說Devon Broker 那些 不用說了 不是 現在就說 Denver的Yokish 都中了武漢肺炎 他中了武漢肺炎 但是他之前 沒有中之前 他操得很 就是 以前是肥仔 他瘦了 是的 快點瘦了 是的 十正了很多 現在說他中了武漢肺炎 但是我應該沒有症狀 應該回來打得的 他檢查之後 隔離14天 接著去training camp 之前就再測試 應該OK的 所以說這個病 你未開球之前 可能都中招了 所以變成 你是避不了的 不能避 是的 無處不在 是的 很快 差不多我們說完了 所以其他 美國的sport 都繼續開球 譬如Majorley Soccer 他正式是打 Tournament之類的東西 就像世界盃 那麼多隊 分開幾組 那果然還好看 是的 直接打世界盃胡適 是的 淘汰了 小組 不知道 八隊 還是六隊 小組出線 出出線之後 打淘大賽 OK 整個Tournament的成績 就會計算到 上規賽 上規賽 今年遲些 就繼續打 好看 是的 好看的 然後 National Hockey Hockey 就直接 不打上規賽 就直接打 一個月季後賽 那就比較方便 是的 看看我們下一集 看看 又正式可以說一下 可能他那個賽事 出了 出了賽程之後 大家可以說 因為NBA還沒有出賽程 大家不知道哪一隊 打哪一隊 所以變了 可能 好像是28號知道的 差不多 差不多 他可能都是西岸 打西岸 東岸 打北岸 大家差排名 希望 如果這樣的話 有機會是 Kripa 和Lekka 打NBA final 因為可能他東西岸 調亂 這樣就好 是的 希望 這麼好看 很棒 這些 老波都開心 這些簡直是 有什麼 有這麼巧 飛機撞之妖 應該啦 最好看的兩場球 其實只有三隊 要是Kripa 要是Lekka 要是Milwaukee 對 這樣做好看 很棒 這樣真的 反正都差 不如試試新花款 搞新意 可能更好 是的 下一次 因為NBA的Final 是截到10月中 還是10月尾 即是最遲 如果打到Game7的話 我們在9月或者10月 我們可以做一個 一邊看球 一邊講Live 或者一個HALF TIME Show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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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拜拜 好啊